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有关审计的固有限制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客观提的一个高频好点 请各位同学注意 由于审计存在固有限制 导致诸措会计师具已得出结论 和形成审计意见的大多数审计证据 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 不可能将审计风险降至零 不能对财务报表 不存在由于错误或舞弊导致的重大挫暴 获取绝对保证 这块请大家特别去注意 这个说服性和结论性的相关说法 作为选项呢 要准确的判断 什么叫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 你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啊 说服性就是你小学啊 学的那个数学证明题 我们就有一个因为 某些证据 所以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证明过程 因为有这个证明过程 所以我们叫它说服性 比如说啊 现在我们审计呢 都是交给审计抽样来打理 那对于营业收入 我抽了50笔交易进行检查 因为这50笔交易都没有出现错报 我就可能会说 说我推断这个营业收入啊 没有该类错报 你看这是不是一个验证的过程 通过样本推断总体来进行说服的一个过程 什么叫结论性的呢 结论性它其实更相当于说是 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就下结论的一个真理性质的 直接盖棺定论的 但我们这审计工作中啊 因为有固有限制 很多的内容都是一个通过推断得出的结论 通过我们的经验专业知识而得出的 所以它都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 好 那么审计风险不可能将至零 因为我们只能提供合理保证 不可能提供绝对保证 这个我们在审计的定义的时候 就给各位同学去展开过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审计的雇佣限制到底来源于什么 很简单啊 做错会计师不具备工作能力 或者说做错会计师在分配审计工作的时候 项目组人员经验不足 导致呢有些错报没发现 你说能叫固有限制吗 不叫 这叫我们不具备承接业务的能力 再严重点说啊 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不能够完成自己承接的业务 跟那个被审计单位签订了审计业务一定书 但最后审不下去了 但我们可能就构成违约对吧 那就相当于我们会计师事务所 对被审计单位违约了 那对于我们审计固有限制来讲 它其实是指审计业务中 它本来就允许存在的客观的情况 第一是财务报告的性质 比如被审计单位编财务报告的时候 是不是允许做出会计估计啊 本身财务报表里 它就有会计估计 这个会计估计的数 就可能不够准确 我们就建立在能够获取的这些证据的基础上 做出合理估计就行了 管理层做出了会计估计 出色会计师呢 又基于这些证据来评价管理层估计的强当性 对吧 这是我们现实中就存在的 好 还有审计程序的性质 因为我们审计呢 它没有什么行政强制力 它都是有赖于被审计单位的配合 而且我在实施审计程序 获取证据的过程中啊 比如说我给这个被审计单位的客户发函 有没有可能被审计单位的客户就是不搭理我 就是不给我回函 也有可能对吧 使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呢 也受到了影响 还有就是我们会计师事务所 它不是一个公益组织 它是要赚钱 很多人考注册会计师 他也是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的职业发展是比较好的 那同理啊 这会计师事务所怎么赚钱 你承接这项审计业务 根据我们的这个业务预定书 根据情况决定我们的一个收费 好 那最终我们确定了收费以后 你派出去的审计项目组是有成本的 你是要给项目组的员工都要发工资 因此呢 他又要考虑自己的成本 最终啊 他要实现一个盈利 所以我们是要在合理的时间内 合理的成本完成审计工作的需要 这是审计的固有限制 因此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审计 咱们都是哪的风险高多审 哪的风险低少审 首先来看财务报告的性质 企业财务报告的主体和核心呢 是财务报表 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 需要根据被审计单位的事实和情况 运用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规定 在这一过程中呢 就需要做出判断 编制财务报表需要做出判断 许多财务报表项目涉及主观决策 评估和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并且可能存在一系列可接受的解释或判断 好了 在这里呢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编报表的时候 需要选择运用会计政策做出会计估计 那这个选择运用会计政策做出会计估计的时候呢 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并且可能都说得通 比如说他在做这个预计负债的确定的时候 你说以什么样的计算方式 说我们如何去计算这个期望值 算出我的预计负债之类的 可能都是可接受的 有不同的计算方式都作为可接受的解释 或者说判断 导致呢 他做出会计估计的值可能会有变动 因此啊 某些财务报表项目的金额 本身呢 还有存在一定的变动幅度 不能通过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来消除 这是第一个财务报告的性质 第二是审计程序的性质 注册会计师获取审计证据的能力 受实务和法律上的限制 首先我们来说实务上的 比如这个被审计单位 在获取证据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要求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和其他人员 给我们提供跟财务报告编制相关的相关信息 这个管理层就跟你说了 说我们也想给你提供 非常诚实啊 但是因为这个证据受到了一些毁损灭失 之前发生过火灾 倒是已经证据不全了 你就只能看到目前保存的这些 是不是属于我们实务上的一个限制 还有可能会有什么呢 就是管理层就是不配合你工作 但是呢 我们又没有什么行政强制力 只能有赖于他配合 他故意就是不配合的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法律上的行政强制力 不能自己去搜查 他要是不配合 我们确实也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给他一个恰当的审计意见 比如说无法表示意 第一管理层或其他人员 可能有意或无意的不提供 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 或注册会计师要求的全部信息 即使实施了相关审计程序 注册会计师呢 也不能保证信息的完整性 第二是舞弊 可能涉及到精心策划和蓄意实施 以进行隐瞒 因为是人为主观 故意做坏事 咱们在审计当中啊 就关注两类舞弊行为 第一类呢 是编制虚假财务报表 第二类呢 是侵占资产 那这种侵占资产 往往后续也会伴随着 去编制虚假会计分路 对报表产生影响 那这些情况 其实都是人为主观 故意在做 收集审计证据的审计程序 可能对于发现舞弊是无效的 因为他要想精心掩盖 现在不是那么傻啊 很多说被审计单位舞弊怎么办呢 咱就在财务报表上 加一个假的交易 直接把数字写上去 说收入 咱编它个2000万直接写上去 成本咱再编它个500万又写上去 没有这么傻啊 很多被审计单位是这样做的 先去编一个虚假的销售合同 然后呢 他做一个虚假的出库 开出相应的物流信息 对应的呢 他又给自己去编造了 有关的像我们的一个发票 然后做虚假开票 甚至连虚假开票的税费 都做了申报 缴了税 就是想虚构自己的收入 让报表好看一点 但我们获取了 他的合同 一看啊 有合同 再对此呢 去找他的那个出库单 找到物流流转信息了 一看他那个发票啊 确实还有发票 甚至有可能啊 他跟自己的关联方串通舞弊 自己流水都给你编好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审计程序 可能确实也是没法发现的 那舞弊导致的错报 涉及到串通伪造文件的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即使做了工作 也可能没有办法去确定 这些错报情况 那我们审计中又受到了限制 这是审计程序的 审计不是对涉嫌 违法行为的官方调查 一看电视啊 经常有那种警匪片 警察一退门说 不许动 我是警察 就亮出自己的那个证件 但注册会计师不可能到被审计单位 亮出注册会计师证书 说不许动啊 我是注册会计师 我要看你们财务室里的全部资料了 我们都是列一个资料清单 给这个被审计单位相关人员 要求相关人员配合提供相关资料 所以每次呢 我们做审计工作 可能有一个过程都会让你非常的烦 就是反复的沟通 跟被审计单位要求他提供哪些资料 然后让被审计单位尽快去提供 有些被审计单位在资料的准备上不够完备 那就会耽误我们审计的工作进度 这注册会计师没有被授予特定的法律权利 比如搜查权什么的 好 第三就是财务报告的及时性和成本效益的权衡 为了在合理的时间内 以合理的成本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 注册会计师有必要做什么 就是有必要正确的设计和安排自己的审计工作 达到一个高效工作的效果 就计划审计工作 以时审计工作 以有效的方式得以执行 比如你设计这个审计工作的时候要有针对性 第二呢 将审计资源投向最可能存在重大挫暴风险的领域 在其他领域减少审计资源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哪的风险高就多审 风险低就少审 现在是风险导向审计的一个时代了 第三是运用测试和其他方法 检查总体中存在的错报 比如说我们在多种审计程序中 去恰当的选择运用 是做询问观察检查 还是做寒证重新计算等 这种审计程序的一个选择 然后考虑哪更有针对性 有的时候呢 我会知道说这个询问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那通过观察人的活动 获取十点的证据 感觉它也不是充分适当证据 还不够 那往往还要结合检查 寒证等程序 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 哪个程序更有针对性 在获取充分适当证据的 这种工作量上更小呢 对吧 那合理的去安排工作的要求 好 这个提示部分的有关措辞 非常有意思 需要各位同学注意 在客观题中去把握 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租策会计师 提出了一个尺度要求 非常难把握 由于审计的固有限制 即使按照审计准则规定 适当的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 也不可避免的存在 财务报表的某些重大错报 可能未被发现的风险 这也是我们讲说 我们在审计当中 这审计风险不可能为零 我们把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 就是我们的目标了 对吧 好 将硬的完成审计工作后 发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 重大错报 其本身并不表明注册会计师 没有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审计工作 那这就代表说 审计风险不是我们注册会计师 执行审计工作的法律后果 如果真的有这种 没有发表恰当审计意见的情况存在 其实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 后续会对注册会计师工作调查 看看注册会计师 有没有按照准则规定执行工作 如果没按准则规定执行 就要承担责任 按准则规定执行了 就不用承担责任 你看我们每一年啊 在相关的这些监管机构 发布的公告上 一旦提到对会计师事务所 以及注册会计师进行惩罚的时候 他都会写很清楚 说对于某项业务 它存在哪些重大问题 注册会计师在职业过程中 没有对其实实什么样的审计程序 因此那满足于说服力不足的证据了 我们认为他工作有问题要承担责任 尽管如此 审计的固有限制 不能作为注册会计师 满足于说服力不足的审计证据的理由 我说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度 为什么 你会发现他告诉你了 审计中我们可以以合理的时间 合理的成本完成工作 考虑审计证据和我们时间成本的这个效益关系 但是又说我们不能给自己找借口 不能说有问题 我就说这是审计固有限制 这是我在审计中审计程序性质所导致的 又不能以此为借口 他既保护了我们注册会计师 他也约束了我们注册会计师 保护我们注册会计师在 他提到审计有固有限制 所以呢审计后真有问题 并不代表我们没按要求工作 我们就可能就不需要承担责任 那又对我们提出约束是什么呢 就你不要拿固有限制做借口 一旦出点什么问题 都推托说这是固有限制 所以证据不足 我们就根据经验得出结论了 那如果啊 注册会计师认为 没有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就该执行的工作都执行了 就是没有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怎么办 恰当审计意见里 我们是可以选择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你可以给他个欠当的审计意见啊 对不对 不一定都是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嘛 好 那这个部分主意相关表述 我们来看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审计固有限制的来源的是哪一个 好 不属于的话 我们就看财务报告预期使用者的期望 这个预期使用者期望不是我们在固有限制当中所讲到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A就不是 B 财务报告的性质 审计程序的性质 财务报告及时性和成本效益的权衡 所以呢 答案就是A选项 非常直观的一个问题啊 你要理解 所有的固有限制都是我们在审计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客观情况 你像编财务报表的时候有主观性存在选择运用会计政策和做出会计估计的主观性 还有一定的波动 这是现实情况 审计程序性质上呢 是审计证据的获取上有实务和法律上的限制 然后呢 对于我们的一个合理时间合理成本完成工作的需要 一个是会计师事务所他的赚钱 另外一个呢 也是我们不可能啊说对2022年度财务报表啊 竭尽可能每一交易都进行审计 审了一年 咱们才出报告 那这个报告就不具有时效性了 其实报告预期使用者拿到报告也没有什么用了 对吧 这都是客观情况嘛 但是这个财务报告预期使用者的希望 不同被审计单位啊 的人员可能提出不同的要求 然后呢 我们在审计工作中在第二章就会提到说我们确定重要性的时候 要不要考虑报告的预期使用者 可是固有限制 不考虑预期使用者期望这样的内容 答案就是A选项 接着我们来看单选题 下一类各项中不属于审计固有限制来源的事 又是考察这个固有限制 但是呢他说的更为详细一些 A管理层可能不提供注册会计师要求的全部信息 有意无意的不配合都算是固有限制 所以A属于固有限制 B注册会计师在合理的时间内 以合理的成本完成审计的需要 这个当然也是固有限制了 毕竟我们要对这个时间成本效益原则进行考虑 好注册会计师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可能不恰当 这是客观情况吗 这不是 注册会计师自己工作做的不到位的话 这是注册会计师可能要承担责任的部分 他可不是固有限制 好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时需要做出判断 那选择运用会计政策 做出会计估计 这都是有一定主观性的 所以答案就是C选项 好那我们对这一节到此就要结束了 带各位同学做一个回顾 这节考的最多的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重大错报风险 大家也发现这块几乎是每一年 我们都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设计 而且在后续的章节中 其实我们还会更加具体的带各位同学 对这个报表层和认定层风险可能存在的情况 做一些总结和练习 所以说这个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还是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区分 算是我们在客观体考察中值得去特别关注的 对这个重大错报风险是审计前的 独立于审计而存在的 我们只能识别评估应对不能降低控制消除 两个层次报表层和认定层 它们之间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可能会增大认定层次这个重大错报出现的可能性 还有就是认定层我们进一步划分为 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可以单独评估也可以综合评估 对于检查风险是审计后的风险不可能为零 它属于人为能够控制的 所以对于检查风险来讲 怎么认为控制好好干 通过仔细设计审计程序 然后实施程序的有效性来对检查风险进行控制 但我们可以说做更好的指导监督复合 仔细设计审计程序等等 都是对检查风险的一项控制 可接受的检查风险越高 所需要的审计证据就越少 但因为检查风险高 我就可以说有错误没发现的可能性高 我都能接受 那我就可以少做点工作 证据又少 反向变动关系 这个审计风险 它就等于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乘以检查风险 那注意 它们是一个反向变动关系 往往是定性评估 重大错报风险 之后去控制检查风险 以将审计风险 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 审计的固有限制 我们包括三个方面 是财务报告的性质 审计程序的性质 在合理时间内 以合理成本 完成审计工作的需要 第二个特别重要的高频考点 就是审计的 古有限制这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是本节当中 最容易考到选择题的部分 值得重点去关注它相关的表述 就可以了